大家好,我是waki,歡迎回到全面戰爭戰場三眼 大家都看過很多我自己打的replay 我特意想像是其他的youtube群組 今天比較大一點,其他的toto war 也都是外國youtube群組 不是youtube群,是discord群組 我們找到一些對其他玩家玩的rank比賽 這場我覺得挺過癮的 因為他特別說到有很多空軍 在這個奸旗打孔躍 我看一看,他有一個奸旗領主 他是奸旗魔法,我自己覺得 不太喜歡用這隻領主 我覺得教律師會好用 特別因為你跟孔躍打孔躍 人家一定會用你寵甲 這個無龍鐘擺真的很會吃勁 如果沒有他的話,其實差很遠 我打孔躍這個不是我玩 我是別人玩的,我選擇這隻 即是兩隻奸旗火焰 有次元火焰 有兩隻的露魔 這隻奸旗露魔是魔法攻擊的 別人也有魔法攻擊,我沒什麼分別 三隻的奸旗藍妖 看看這隻奸旗的烈焰戰車 也是次元魔法 基本上他一個人的火力 是抵得上你上面有12隻的火力 好過你誇張的火力 另外這隻又是遠程怪物 又是一隻火力頂著你12隻火力 一隻會飛,一隻不會飛 這樣的概念 奸旗魔中沒什麼特別好說的 永不潰山衰甲 有一個單位,有一個奸旗遺棄者 這些是遠程步兵的混搖 三隊 有兩隊尖獸魔 非常好的反大型 但我自己幾乎暫時未想到 有什麼單位可以好好去打他 他用飛行大型有反大型的屬性 很獨特 另外只要兩隻藍妖 看看人家的恐弱 超級飛行怪獸 超級飛行怪獸 兩隻超級飛行怪獸 恐弱放脫者有點奇怪 奸旗基本上沒什麼夾 我覺得你帶一些有盾牌的勇士 會好一點 之後有一隊露魔 看看一隊反暴兵牛頭人 反暴兵牛頭人打奸旗 是否需要呢 因為你那些運動勇士 其實人家已經很難搞 我覺得不需要 這裡有放多一點破血者 亦都這樣說 破了甲就不太需要 有很多獵犬 這些獵犬幾個人 700元 大人單位 不像其他戰傲 沒那麼廢 挺好用的 另外再多些露魔 好了 看完你的單位之後 大概知道的概念 大家雙方都是很多空軍 看看到底這場空軍的對決 哪一個會贏 再一次說 這個不是我的補兵 那時候不時我覺得都要看看其他人的玩法 因為其實我自己 其實不只我自己 我想每個人都會有個打法 是有些他們自己固定 有些思路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看其他 好了 我們看看奸旗的單位 帶著兩隊的露魔 然後其他單位 看看在這個地圖裡 看看他們會怎樣佔 這個時候 這個完成單位立即是非常差 這個位置我覺得抵讚 看不見到兩個玩家有少少的差異 這些飛行呢 我們先暫停 這個圖示範 看不見到 他們是在暴行的 在戰場的遊戲裡面 飛行單位限度 和現在這樣 看不見 兩個三個人 跑步的飛行速度 是正確一樣 但你跑步的飛行 是會減你體力的 所以你看不見 用這個普通暴行的速度 這樣走 一來不會減你 二來速度 一樣 長遠來看 其實可能有少少的優勢 看看你怎樣看 看不見 看不見 這裡是奔跑狀態 別人是暴行狀態 但其實一樣 這個小小提斯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奸旗火妖走過來 我覺得奸旗火妖 這一刻 是不是有用 都有 破甲 破甲傷害 還有減甲 這裡是召喚了第一隊的魔鬼魚 這裡 在恐龍骨頭上面 我們飛上去 這些畫面的機會 好 奸旗的飛行單位 奸旗空軍 和恐弱空軍 在這裡 互相放在這裡 看到奸旗的單位 也有完成 再加上它有屏障 恐弱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舒適一點 甚至 我這場補充 我沒有看過 我知道有空軍 但其實我沒有看過 那你問我的話 我就覺得奸旗會贏 單純是覺得 他的尖哨兵很好用 專門打他這些怪獸 還有奸旗 他單位全部都有遠程 就有一點傷害 我這裡看到 他們 咦 這樣繞過一座山 然後走過來 這個 你看到 剛剛打到不上限 就是用了炮 我覺得不需要用這個炮 是用普通暴行的速度 飛行單位 飛行單位 飛行單位的暴行 還有這個炮 是不一樣的快 我們一直在看 哇 也挺漂亮的 我們現在看到 兩隊 這隊的飛行單位 基本上是骨頭的地形 分隔開 再更多的寶兵之王 我看到一隊 艱蠍遺棄者 艱蠍遺棄者 這一刻隊出來的話 有少少曬機時 人家已經有些防塵者 隊了出來 破甲單位 感覺上 就一定不會佔什麼便宜 這一邊 艱蠍遺棄的藍妖 站在這裡 佔領 這一邊 將會先丟掉魔法球 你這些怨氣彈 說回四神裡面 我最喜歡艱蠍遺棄 而是屬上我打天梯 用得最多艱蠍遺棄 特別是二打二 好鬼死的 我們看到 這個屏障 已經被人突破了 但是 現在開始打近戰 艱蠍遺棄的步兵 在近戰單位 應該就不會輸 另外一隊魔鬼 立即過來支援 我們看看 這邊就暫時佔領 開始 人家這些火器者 沒有護甲 護甲只有30 以及沒有困牌 這些艱蠍遺棄 大家看到 其實是相當大的傷害 這邊說是一波風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 這個運動用性的 重甲 然後加困牌 跑過來就沒問題 但後面 錯了 我們有次元火燕 這個次元火燕 燒完的時候 我們看看 減人的防禦 加人的火燕傷害 所以 的士是有盾牌 都抵不住 非常之痛 但我覺得兩隊好像太誇張 一隊其實已經很難 哇 這些火燕 神經病 空軍就開始 正面對抵抗 你們可以看到 這裡被人眼吃了一波衝鋒 然後 後面的愛護 原來是衝來後面的 次元怪獸 但我想很快就會衝過來 有其他兵器支援 間期痴症 你在天空上 跟兩隻大怪獸打 你應該要立即落地 這隻司法者跟他們兩隻戰士打 看看 希望你又不會戰死 在上面 有其他兵器者 不同的單位 開始是狗 這個次元火燕 沒有次元火燕的支援之下 這個運動勇士 完全可以抵擋 這些攻擊 一旦衝上來 但是 這個 露魔 真是頂不到 太多 集中火力攻擊的情況 一隊已經立即軍隊 另一隊 就已經抓來被人推散 但是間期還在天空上 喂 落地 大哥 你現在有一個制 可以去落地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隊 人家的火力 死了 看到嗎 間期的難猜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 完成輸出 是比人家便宜 但是 一換一隻 已經抵了 反而這隊 被人消滅乾淨 沒辦法害人 有兩隊狗狗 但是一隊 都換了人家大部份的兵 還沒說好 這個時候 間期的魔術 走過來 這個不是我們玩的 所以 看一看孔弱的視覺 孔弱的視覺 我們看一看 嘩 天然火 要不要撿 燒進去 沒有 這個位置 突然變成巨蜂魔法 但不同的是 這隻間期的領主 跟人家這樣 在上面打 你應該要下地 再不下地 就這樣 看到他開始有不同的 露魔 暫時他們來招 先擋著 我們看有更多的露魔 在這裡飛過來 真的 真的超越 這個 變成強風化 你看一隊 擋了人家兩隊 所以其實你應該最少 低血一點那隊 追走人家 才是比較好 這個做法 這邊我們有更多的露魔 去捉住人家的怪獸 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那些顏色 很自然地趕走 奧地利 好了 全部兩個都不是 我們 這隻佳琦 都走過來 非常完美打的 沒有 怪獸單位打 你沒有 這隊 這隊的粉紅兵 你也想著 他是院程單位 找狗狗打他就好 其實他還比 如果他一個轉面 和他打成人家 其實他不會輸 因為近戰是不粗的 我們看到孔弱的玩家 還有更多的運動勇士 我覺得是 你要多一點運動勇士 但是 這個露魔上面 我就覺得 就不太需要 說真的 你天空上面 是不是已經輸了 又未輸得完 但是現在 跟別人 哇 神經病 這個火焰 好像海嘯般 湧過來 暫時 其實只有一隊 但是你看到這個火焰 其實已經很高 這樣燒了你 奸奇領域 避開 現在 人家的士氣崩潰 再來 魔法彈 完全直接 被你收獄了 命 這隻死了 之後 我們看其他怪獸 這隻怪獸 我們看一看是反彈人 當然你應該要 不斷全場追著人 奸奇走 但是 你又好像 沒有想過的情況下 就算了 這兩個有F4的召喚 這隻召喚是 OK 咦 是露魔 弄出來 奸奇有個 可能是因為你們領主 這隻領主我少一點用 但是 有很多我的空軍 空軍上面對決 另外 我們看到這隻 的奸奇魔術 應該沒問題 有碎甲 把人家的護甲 減了多少 應該減很多 看看數值 看不見到數值 看不到 但是 應該減了 減了多少 減了20 差不多 其實挺好用的 這個粉紅色的 遠程單位 成功殺了人家 兩隊 開始有遺棄者的支援 現在這個時候 出遺棄者就OK了 因為這個 破甲那些 血戰士的隊 已經被人清掉了 這邊 有狗狗再一次跑過來 狗狗 這對狗狗是 大隻狗狗 大隻狗狗 但是 感覺上 後繼無力 這裡有隻 大型單位 被人追著 被人在 地面上 追著 陰公主 走得走不了 這些大型單位 沒錯是很強 但是 你完全沒有支援的程度 真的搞不定 那間旗的領主 就在天空上面 一邊燒奇奇 在那邊放 魔法彈 再來多幫魔法彈 嘩 他又射到自己 又 立即把自己的 這對狗狗狗 那裡只是召喚手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看到 再多一些 的路魔 終於飛上天 看看 空中上面 現在有少少佔優 如果這個時候 抓住人 你奸奇的領主 應該是有少少 好一點的做法 但是這裡 我們有更多的路魔 反而再一次 空中的隊企 很快就會上天 這邊 中間 反而 原來 孔躍裡面 一直佔優勢 當然 第三個隊企 由頭到尾 佔領 中間 有步兵 勇過 無論怎樣看 這隊 運動勇蝕 的價位 跟他差不多 再加多 狗狗 在這隊 一定是贏 佔領 反而 反而 這邊 露魔 真的搞不定 原生部隊 告訴你 他衝下去 又死 不衝下去 也是死 必須要有重騎 但是 這個孔躍 不像有重騎 這邊 遠程的單位 在這裡 哇 這一幕 我們就不開別橋 我們抹一下 誰會打贏 因為這隻 反彈的單位 其實很厲害 如果他追到別人 這樣幾下 可以打死 但是 感覺上 又追不到 很多 路魔 在後面追著 他應該是不住 攻擊 但沒有了 現在被人知道 現在 噢 這隊被驅殺 士氣 就頂不住 這隊 你看到 奸騎領捲 再次補回 168 168 沒什麼抵抗 我不知道什麼傷害 最少 就當成有用 好 好 這隻反彈的怪獸 在這裡燒好 在這個時候 這個 孔弱 佔領的分數 感覺上比較多 但其實已經打和了 只要他 假期再佔領 任何一個地方 好快就會贏 但是這個時間 還在過去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時候 因為孔弱 他太依賴了兩隻怪獸 而且用得 也不太合理 不夠支援 怪獸做不出傷害 之後 再加上他自己根本上 就沒有任何的 蠢 這個魔法 這個魔法 大家放置 有點過分 但如果我們這樣放 可能他這個魔法 真的太貴死多了 那麼 這個清脆了之後 就開始 第二個點 都被人奪去 第三個點 似乎 這個孔弱 大小於去 可能就算你前期佔到 多一點點 但是你的兵 慢慢消耗 記住 雖然你就說 玩這個 徵服模式 主要是佔地 但是你的軍隊 才是你的原動力 如果你的單位 最基礎的能力 都沒有 可以保住你的單位 嘩 這個刺激可以了嗎 後面有這個奸騎 碎甲魔術 又衝過來 完全 我覺得 奸騎 援架已經不在乎了 你看到 他贏硬 沒問題 看到 所有的勝利點 咦 怎麼每 都補20 那麽多 喔 戰鬥 OK 即是說孔弱 的勝利點 還是有 你看到 每秒 都還是補10 看看他可不可以折停他 有機會 孔弱 雖然軍隊輸了 但是因為前期佔太多 可以贏 都不出奇 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是呢 勝利點 熱手來被人折停了 你看到 這裡 這個數值 喔 過了 這裡每秒加5 這個勝利點3 都還在捱 看看他可以去到多少 4500多 任何魚的一刻 他還有任何單位 應該要全部的單位 向這邊進攻 但是 感覺上 你應該有 你應該有補級 才對 完全沒有補級 如果這個點 都被人佔領了 這樣 GG就輸了 我們看看 這邊 基本上 被人佔領了 沒有任何人單位過來 間期 有些被人單位走 完全沒有單位 這邊有個偷點的動作 但是 這裡有遺棄者 遺棄者 不是很怕這些狗狗 狗狗沒有高鴿甲 遺棄者 重鴿甲 85鴿甲真的不太低 好了 這裡被人撞了 我想 但是 其實說真的 我們 雖然說 是看別人 外國 其他人的replay 通常 誰贏才敗 所以 看似乎是 就是這個間期的返級 這些的勝利 其實蠻好的 你覺得 哎 那隻僅僅贏 打得好像很刺激 但是 如果你問我 全場的這個間期 就是佔領著主導性 孔弱 他有一點 沒錯 你早期霸到這個 是因為你是孔弱 你有重甲單位 重甲部隊去打 但是 你的優勢 你佔領了之後 你或者是 甚至是 你在一種 強行佔領的形式之下 你就不會 他得到勝利 好 這邊 就是第三個 你有少少的狗狗在打 但是沒有 這些便宜的小隻狗狗 這隻是不是小隻狗 對 小隻狗狗 就搞不定這陣子的步兵 沒錯 你的重步兵是很強 但是 你就沒有支援 也走得很慢 走不了上去 那 就這樣看下去 應該 就不會有其他 咦 不是喔 這裡有孔弱 這裡正在佔領 好了 會不會有機會呢 沒有了 看見 這個人的勝利點 所以已經超越了你 就算你這一刻 再佔領到 你也不會再贏 好了 我們這裡就看到 奸騎的勝利 也看到精彩的空軍對決 大家 這種打法 其實都應該挺過癮的 只不過 你問我的話 是天體上面 適環的玩家 應該是少年 最少就是孔弱 沒有理由是一對寵蝦 好嗎 我們看這裡 看到嗎 孔弱基本上 全部都是這些 狗狗 大狗狗 小狗狗 和飛蝙蝠 沒有意思 如果你問我的話 放血者 其實可以省 放血者 省多一對狗狗 其實你已經叫了一對寵蝦 然後你有這麼厲害的牛頭人 你又不拿出來用 那就 真的選擇上面的15 但是 甚至看 通常玩孔弱 它是領主和這個怪獸 最少做到3000以上的黃金價值上 它做不到 即是說 它運用得不好 我覺得減兵又差一點 兩隻放血者 76 感錢上海 273公元上海 沒有辦法 這些就是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孔弱 它會患多一點 那間期應該就輸了 那但是 那好吧 那間期二千幾傷害 那 看看 不同的單位 最值錢 都是這些 魔鬼魚 魔鬼魚永遠都只剩下 那 今天 看別人的實戰 就這麼多 足夠大老母的窗龍 再見